Hi 大家好,我是Jane 我是Brandy 看到標題都知道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又沒有了工人 其實這件事我們兩個月之前已經發生了 剛好又是她說要回去菲律賓 要談談家人 我們當然可以啦,快點去吧 因為女兒畢業 兩個禮拜前我們都知道原因 其實也是跟之前的工人一樣 在香港借了錢 那JASO公司就找了我們 幾間啊 我們也是給了那個 中指合約和解僱信 之後就OK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遇到這個情況,不用怕 要出事解僱信,他們就會不再回來 對,但就要處理很多的文件事 我想說這個案子真的不是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真的見到,例如去街市買菜 可能賣菜或者賣魚 都會跟我說,有些客人最近都是這樣 又是有工人來 去了菲律賓之後就不要回來 特別是這個月,六七月有很多這些案子 有一個人直接問我 問我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那個本來星期六也會過來做事 但他突然消失了 我就問我是不是同名字 我就笑了 所以我們這兩個月都埋頭虎幹 又要繼續拍攝 又要照顧兩個女兒 又要處理整個家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很多地方要維修 要整理各樣東西 我們都有處理到的 例如到門本來就壞壞的 有些響的情況,我就fix了 現在你有個新墊 我女兒叫Fixing Man Fixing Man Fixing Man 我經常在家裡fix 他們覺得爸爸真的好 可以經常幫我們處理完 這些東西 還有組裝玩具 所以就變成Fixing Man 盛責的問題,我很喜歡收拾東西 很喜歡整潔 所以經常找了很多不同的東西要換 例如水龍頭那些又要換 可能鞋子都放到周圍 他們的玩具 可能地上經常都是有塵 我每天都吸了三、四次 都不是辦法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方法去解決它 以及更換它 家裡的大改造 不是,只是小改造 這五個小改造 是對我們的生活質素大大提升 我覺得大家絕對可以抄筆記 我們這個門口位長期 也有很多鞋子 因為我們有四個人 所以我跟Jay比較多鞋子 女兒也越來越多鞋子 那之前這個走路位 下面這裡 是鋪滿了我們平常穿的鞋子 還有我老婆很特別的 是有個習慣 一回到來 鞋子每天都不會放回鞋櫃 就放在這裡 所以呢 以見 我沒有反駁 我沒有話說 是啊 每一天我都幫他玩鞋子 很久之前我已經買了 但是之前我就拿在房間裡 放一些垃圾東西 所以最近就清理完之後 就空幾個這些膠箱出來 放完又多好啊 那我就可以把鞋子 全部一對一對 都放進去 跟Jay一起 其實也挺好的 真的 變了我走廊的鞋子 就不需要整個 塑膠質地放在那裡 放完之後 可以放進去 穿完 不過他也是未認識的 28歲了 希望你19歲 會有進步 喂不要再說年齡了 哇 快就來到 這個就是給小朋友用的一下子 他們平常就是用這個 我的新歌廂就是這個 哇你看這個Rex 多可愛 哈哈 死人 很喜歡我 如果不是有小朋友 我都不會讓你買 超好 因為我還沒加它之前 它的水是很近的 很容易洗到 他們經常洗手 就弄到這裡濕了 這個地方 我加了這個 他的手就不用伸到那麼遠 現在這樣 它就不會流水在後面 主要其實是Rex很可愛 好喜歡 超喜歡 大小孩 我家裡養了一個 快乾淨 哈哈 這個真的很搞笑 真的 好了 來到我們客廳的部分 那這裡呢 平時我女兒一起來就會來這裡玩玩具 那整地都是玩具 之前呢 我就用一些籃子來裝著玩具 那發現 不行啊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不斷起一些塵 出來 是啊 那些塵 你又吸不到啊 所以得起深光 真的要處理它 那我們怎樣處理 看到 好了 好 今天一家人一起出動 來到二家家燒 那你就打算看看 有什麼 會適合我們 坐在廳上放一個櫃 在裝 玩具 好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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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裡很混亂 我最近去看看 我感覺 那裡可以放一個 這個貴仔我們放在那裡玩具 very nice 我放得很好看 WOW 完成 我們現在就準備回家做妝了 Let's go 是呀 麻煩你們能不能把這玩具放在裡面嗎 就是我深紅的這個地方了 本身整地都是放滿了玩具欄 現在我們去了IKEA兼加了這兩個 $499 真是超級大賣的 四桶櫃 其實這些櫃是你以為的 沒有桶的 是四格櫃 整個都很整齊 這裡就放一些board game 可以放得非常整齊 下面就放一些大型斜 這些太大型了 真是沒辦法 但這時候也是有個高空的位置 安置它 這些就是LEGO 這個就專門放 LEGO收納真的是一個高挑戰的東西 還有這些 麥克風的東西 這些女生都會開心一點的 因為她起身玩的時候 她又可以知道自己的東西放在哪裡 剛剛看到我們砌完櫃之後 有部機器在地下走來走去 而這件事就是我們在這個沒有工人的時間裡發現 我們最需要添置的就是這個掃地吸塵機器人 沒錯 因為為什麼 吸塵是只有我吸的 什麼啊 我都有吸的 你吸的 你不要再這樣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因為有時候朋友上來 例如吃麵飯 這些路路 我都很習慣 每有時候會拿個吸塵機出來吸的 但我有點不太好意思 好像人家都還沒走到 好像不斷說人家弄到你家很累了 對 其實我就不怕 我怕他們的襪子 各方面有時候你碰到的飯 你咬到襪子裡 你會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好 自動吸塵機 它是吸的 關我的事 它定時定後就會出來 又不會影響到人之餘 它又會自己做事 又不用自己教 所以我做了研究之下 我就選了這部Ecofax的X5 Pro Only 你朋友呢 這麼厲害 你這個 這裡可以有Clean Water 你連買四人的東西都不一樣 這是爸爸的大粉絲 這個品牌本身是專門做掃地吸塵 還有抹窗吸塵機 機械人 所以我為什麼選它呢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很老字號的牌子 它2006年已經獲獎了 再加上這次這個新模特兒 它是吸塵和抹地都可以同時間做的 而且它很乾淨 我之前在YouTube看到的 它就是把水和乾淨水都會分開 還有一個獨立的隔給你清洗 我覺得這樣也挺棒的 而且它最棒的 可以在電話的APP 已經可以操控所有東西 其實是怎樣做呢 很簡單 你一開機回來之後 你就叫它 繞住你家裡 周圍走 它大致上 就要幫你組織了你家裡的平面圖 當它有一個平面圖的時候 你每天保持著用它的時候 它只會越用越聰明 而且它還有AI的技術 它可以很快地 就適應你整個家裡 它只會越做越仔細 因為它每一次做的時候 它都會增強它的記憶 譬如它畫了什麼線路出來 你就會一清二楚 所以它每一次越來越detect 我發現我最近畫了一些區域之後 它更加detect 這部機器的吸力很厲害 它有12800% 它連地毯、微塵等各方面的東西 都會吸收到 我覺得吸力很重要 因為我們日常有很多頭髮 小朋友有很多髒 毛髮 有養寵物 一定要夠強吸力才可以 我們入手的當然是最新的科技 這部X5 Pro Only 它加了最新的兩個技術 就是True Edge 靈動行鐵邊技術 和Zero Tangle 雙梭齒膀前繞技術 這個True Edge技術 其實就特別適合我們這些dining area 因為這些地方是最多桌椅腳前繞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吸塵機械人的同點 但是正正這些地方就是最髒的地方 但是這部機器的True Edge技術 就可以有一個很高的距離 很精準地 去辨認到它旁邊的阻礙 它可以穿越我的陣腳 它會避開阻礙物 它的精準度都很高 就算它看到前面沒有路走 它會移到後面慢慢移動 它不會碰花或者撞爛的傢伙 我覺得這件事都不錯 對呀 因為它那個門部的機械鼻 是會靈活彈性的伸縮 它不是很硬正的 它是很有彈性的 幫你貼著邊緣 盡量不要漏拖你任何地方 剛剛說到我們一開這部機器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要為我們整個家裡做一個建圖的步驟 而這個建圖的步驟 它們是用了5D panel sense 技術 裡面是用1比1的DTOF雷達 幫大家精準地掃描整個家 再配合這個True Edge的靈活機械鼻 它就可以因應著你的環境改變 可能突然丟了一個玩具在地上 它也可以直接避開去 不會說鏟上去 然後又纏繞一會 完全沒有這個情況發生 還有呀 你買這些吸塵機械人 就是想解放雙手 不想再犯 有很多吸塵機械人 但是這個Zero Tangle的技術 就是配合了這個20cm的超長滾刷 整個清潔效率提升了很多 因為滾刷越長 它覆蓋範圍就會越大 還有這個21度的V型滾刷設計 是有一個V型的螺旋造型 或者將頭髮梳到中間 無法接觸滾紋的時候 就會幫你梳上它 所以這部機器不會有任何打結的問題 聽完剛剛Jay的專業介紹 我可以補充多一點 因為我平常常常用它 最棒的是有這個擦地的功能 還是邊拖邊級的 它有一個按鈕給你按 在APP上面 這部機器會自動將這些水 變成70度的水 它就會用這個70度的水 幫你家裏做高溫消毒 還有殺菌 還有最棒的是 下面這兩塊擦地的抹布 它是會半光濕的樣子 它不會弄到你的地上超濕的樣子 每次經過圓抹乾淨之後 可能加幾分鐘 它就已經乾透了 它就不會令你害怕滑傷 所以是非常好 還有最棒的是 它有這個雜塵霜 每次去到這個主機器 它就會自動清洗 自動清洗的時候 它就會將裡面的塵 或髒東西去乾淨 它就會去乾淨 就是剛剛Jay所說的頭髮 那樣東西就會去乾淨 它還會自動清洗 以涼化抹布 將裡面剛剛拖完地的髒水 就會去了這個 dirty water的箱裡面 然後你最下一次去乾淨 它就會由乾淨水去取水 然後就放進去 然後一邊用乾淨水去乾淨 還有它每一次 當你拖完地後 它回到這個主機機站之後 它會偵測到這個沒部 是否骯髒 譬如它會偵測到這個沒部 剛剛沒完這個範圍 它回到來很骯髒 它會進行多一次 二次複拖 什麼二次複拖 它會再出來 在這個範圍裡面 再拖多一次 以確保這個範圍裡面 是很清潔的 我覺得真的完全可以解放雙手 它用的時候 它現在就在這裡拿點水 就在上面這個乾淨水那裡 泵的乾淨水下去 它就可以儲存這些乾淨水在這裡吸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有時候開車或者出街 我看到家裡沒有人 沒有人 在家裡最棒的就是打理地板 因為那些女人會到處走 不會吃 那我就會搖它 就控制它出來 我回到地上 就一定是超光爽超舒服 所以我每一次都會這樣做 真是潔癖人的最愛 這個真的我覺得 不用牛子海 一用了它真的回不了頭 最棒最棒的一件事 我覺得很適合有藥寵物 和小朋友家裡的朋友 因為為什麼呢 它前面這個位置 是有一個攝影機 在這裡 變成它一邊吸吸的時候 你可以一邊看到你的小狗 因為我們的攝影機 放在上面 你未必會看到一隻狗 但它在地上 你是完全看到一隻狗 可以跟著一隻狗 而且可以錄影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買這部機 我會在Info Box 加上他們的連結 還會有一個優惠給你們 所以你們可以看看Info Box 就知道怎樣可以帶這個 Ecofax X5 Pro Oni 回家了 來到我們吃飯的區域 這件事我們倆想做很久 因為我們之前的椅子 就已經給你們兩個女兒吃飯 在歲月的... 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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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放了兩張 Graffiti 那兩張椅子 真的好看不好坐 比較硬 每個人都不想坐 又冷又硬 那張是用來看 是你和我用的 那現在我們就添置了兩張新的椅子 其實是三張 還有一張 哇 Muji Boss 好舒服 這兩張椅子我覺得是買得非常好 我都會給大家一個連結 可以在Info Box買 我覺得也挺划算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Homes Square這裡看 都是這些東西 800元 最加多運費 1000元 就搞定了 1000元 很實正 坐下去也很停搖 四隻腳都有加膠絕 最重要是整張包皮的 還有衣清潔 即是沒有太多床的地方 我們之前那張是忽略了這一點 因為它比較多床的垃圾 所以就麻煩一點 還有這張椅子我們經過深思熟路去選擇 就是希望它不要太過瓦炸 但是又會有一個SPA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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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重點 這個是重點 重不中之重 我們說出重點來的老婆 你不喜歡跟我選擇太多了 那我們坐一張就可以了 要買兩張 試試坐一張就可以了 試試坐一張 試試坐一張 你這麼瘦 當然可以了 超舒服 對啊 其實坐一張就沒問題 不如你試試看有沒有 不需要送給人 送給你 送給你 玩快一輪嘴 已經介紹了我們最近為家裡添置的一些新家品 其實這次真的是一個小改造大改善 說也是 因為事實我覺得在家裡有時候 多付出一點點 多注意多一點點 就會令到家裡很多東西都會方便點和完善點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我們要把逆境想成一個找到它的好處的地方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機會讓我們找到很多 家裡改少許就可以進入很多的地方 那都很開心 這次這條影片可以跟大家分享到我們最近的這些小改變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們 那我們下一次呢 又會帶一些精彩的內容給你們 記得訂閱啦 拜拜